要做好私房菜对于大厨有更高的要求 做私房菜要经历过小饭店、大饭店、五星级酒店 工作的经历多了一份变成就多 私房菜工作量会比店里面要大 但今天这些重量级名厨的隐藏私房菜居然是 其实麻辣香菇它是一道很有技术含量的菜 农村村吃的一个土菜 名厨们究竟有什么秘诀 让这些看似接地气的土菜 也能登入高端私房菜的餐桌 大家好 我是葛小倩 欢迎来到陶醉厨房特技 私房菜最早是源于私宅厨师之手 现在时代变了 食客们往往会厌倦于餐馆里千天一律的美味 而去选择私房菜 为什么 因为私房菜够特别呀 它会更多地融入大厨的个人想法 做法上也会更费时更费力 而对于民厨私房菜 我们的期待值自然更高 朵夫院 一家开在上海市西北角的本房菜餐厅 而比这家店知名度更高的是这家店的厨师 老上海人心目中的明星厨师徐明恩 九岁起就跟随外公 也就是梅龙镇第一代厨师长学习正统上海菜的烹饪技艺 因此他比很多同龄厨师当锅造的时间还要长个几年 我们说的整个喷制过程包括它切到配配完了以后炒到上桌都是有私房菜业主一个人来完成 清其自己所有的精力自己百分之一百的烹饪技艺 为了一份油爆虾 自己要跑到店珊瑚亲自挑选 做一道糟肉要去酒厂找几年成的糟泥 而最近擅长本帮菜的他却在自己这份私房菜单上 新增了一道淮扬几近失传的菜 顿生锹 我的一个副手他是江苏人 其中他们家的一个舅舅是叔叔 做了这一顿顿生锹 他回来了以后就告诉我了 我做一道菜给你试试 我觉得可以啊 这个就是颠覆了我的想象你知道吗 原来扇鱼还可以这么做 顿生锹引起淮扬菜系 诞生于人节地灵的南京 虽然选用的食材常见 但如今却几近失传 究其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其制作工序的反复 而这正是考验一名厨师记忆的关键 徐大厨乐于挑战 于是他从在厨房间挥斥方球的领导 变成了一名学徒 跟着员工学起了这道菜的制作 学菜 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 有好的东西一定要学会 等学会了以后 这个就变成你的烹饪记忆了 然而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名厨 面对一道新菜 也有失败的时候 一直做上海菜 还是对这个甜的要求 需求度比较高 结果一下下了以后偏甜了 反而把这道菜的鲜味度给打破了 试验多次 这道炖生鲜的口感和味道 才终于过了家人这一关 今天他打算将这道炖生鲜 简化成家庭版交给大家 首先要熬一锅鸡汤 如果没有的话 浓汤饱也可以代替 其次挑选鲜鱼要选中等大小的 第一步 声敲鲜鱼 案板上撒一些面粉增加阻力 不会让鲜鱼滑动 随后 扇鱼的肉朝自己 皮朝下 用刀背称45度 由左往右敲 反45度 记住要有耐心 一定是一点点一点点的盘过来 不要东敲一下西敲一下 会影响口感 敲到头这里 再振45度角 连续这样三次 头尾的时候 可以让刀自然下落 中间腹部肉厚 需要加一些力道 直到刀背将鱼肉敲至起融即可 第二步 包制底汤 放入一勺油 十几个大蒜子 接着放入五花肉一起煸炒 煸到什么时候好呢 就看蒜子 点点焦黄色 这个猪肉呢 也不粘锅了 就给你下汽汤了 哎呀 汤煮开后 捏入一点点糖提鲜 千万不要多放哦 夹带慢炖 第三步 油炸扇段 开大火 烧三分钟左右 就可以下入扇一段了 每次下三到四个 炸三到五分钟 成卷曲状即可 第四步 慢炖扇鱼 开锅后不要急着下扇鱼 第二个重点 下酱油 刚才先下去的话 这个猪肉啊 时间煮得长容易发黑 我们下这个生锹 一朝下 它的表皮在底下 它能够把这个肉啊 不容易煮了化掉 现在下去了以后 我们第二次再下一点鸡汤 让这个生锹 完全融入在这个汤上面 加盖 开小火 慢炖三十分钟 很多阿姨妈妈给家里人做菜 比很多厨师都更有耐心 所以别看这样一份炖生锹 有些费时费力 也许在他们手里 做出的味道会更加浓郁鲜香 麻辣香锅 是时常占据外卖榜单 前几名的一类快餐 很多年轻人 因为它便宜 口感麻辣够刺激而爱上它 其实麻辣香锅 它是一道很有技术含量的菜 首先第一麻辣香锅 它属于香菜的范畴 首先第一个要够香 然后说要麻 要辣 但是呢麻辣而不燥 那一道这道菜 就是很受欢迎的一道菜 周华 世界厨艺大师 国家一级评委 在国内国际上获过的奖项 甚至一整面墙都挂不下 明明可以不用亲自下厨 安逸享受成就的时候 他却选择自己去做了 工作量更大的私房菜 应该是在10年左右吧 我一些朋友就跟我讲了 大厨你有那么多好菜 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小餐厅 那么做私房菜 工作量会比在店里面要大很多 因为店里面我们有采购 但是呢私房菜就完全不一样 食材都必须是自己去采购 或者有些食材可能当天看到了什么食材 那么就把那个食材买回来 所以往往几天的准备 只能做一桌菜 每道菜都需要非常用心 而见惯了这些精细讲究的名菜 偶然间在朋友圈看到他发了一道麻辣香锅 什么 名厨都要和快餐抢生意了 那么有一些就是我的粉丝嘛 就微信我 说大厨能不能给我们做麻辣香锅 那么我说行啊 我不能说路边摊的师傅做得不好 可能他会把所有的料不分先后 对吧 一起去炒了 做菜是一定会分先后的 我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熬酱的时候 先放香料 就是把葱姜蒜把它煸香了以后 然后就放小米来 让它煸出那个香味来以后 它就没有那么燥 所以即使是面对一道路边摊都在做的快餐 名厨也有更多的理解和要求 接下来就跟着周大师 一起学学做好一道麻辣香锅的秘籍 食材的准备非常灵活 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来 第一步 切配食材 那么基本上你到外面去吃到 那个窝笋都是切片的 但是我是为了让窝笋的口感更好 我是把它切成条 那么还有一个藕片 土豆 我就是把它切得相对厚一点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难入味 那么我在过油之前焯水的时候 在水里面放一点底味 让土豆 藕片 吸一点那个基本味进去 窝笋无需焯水 丸子大部分是半成品 焯水的时候只要水开了就都熟了 第二步 炒制酱料 那么其实我们在家呢 如果没有那么多调料 想偷偷懒的话呢 买个火锅底料 买一点辣油 买点藤椒油 也就能够做了 但是味道呢就没有那么丰富 想要做出丰富的味道 这张图可要保存好了 当然都是超市里可以买到的调味 它们放的顺序也很重要 一定要仔细看哦 放入两勺油 烧至一分钟左右 放入蒜末 让它那个蒜的香味熬出来以后呢 咱们放姜末 姜末呢我们切的时候啊 是可以连皮切的啊 那个皮啊会把热性减低 接着放入葱花 炒香后放入切碎的小米辣椒 然后放入香辣酱 煸炒两分钟 放入海鲜酱提鲜 接着下入火锅底料 豆豉辣椒酱 翻炒一两分钟左右 出锅即可 第三步 油炸食材 因为猪菜的水分比较多嘛 把那个水分给炸出来 我们煮的时候 放了那个高汤 放了酱 它会把那个味道全部吸进去 这样就更入味了 如果有海鲜 可以先上一层淀粉再炸 开大火炸得干一些 第四步 炒至麻辣香锅 挖一勺进去 然后我们加高汤 如果家里没有的话 也可以用浓汤煲 也可以 食材没有 用水也行 接着放入生抽和蚝油 如果食材里有菌菇类 需要先下锅 再放入其他食材 最后放入莴笋 可以保证它 清新脆嫩的口感 糖椒油的香味容易挥发 所以出锅前再放 按照这种做法 绝对是在任何一家外卖餐厅 都吃不到的味道和口感哦 大厨说 其实菜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用心的烹饪 才是决定它好坏的标准 一道人人都会的小菜 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心思 盛上桌的时候 也并不比那些山珍海味逊色 如果前面这些菜的制作步骤 来不及记得话 那么就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陶醉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所有的菜谱都会打包整理好 推送给你哦 只面对一桌客人的大厨私房菜 其实是不多的 我们平时更多见到的是 带有包间的私房菜餐厅 他们往往都是选址在 闹钟取静的洋楼 室内装修雅致又有格调 不会做大肆的宣传 来吃的都是懂吃的老饕 或者吃了很久的老食客 一天能接待几桌客人 大厨要根据几十个人的口味 调整菜品 所以要成为这种私房菜餐厅的厨师长 门槛要更高 其实做私房菜好的厨师 他要经历过社会餐饮 要经历过最好是我们说的大排档 对吧 经历过小饭店 大饭店 五星级酒店 所以你工作的精力多了以后 你变通就多 胡叔说就是要硬地制宜 就地取材 他是中国烹饪大师周铁龙 而他提到的师傅 就是上海最早一批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的江介福 受师傅的影响 他在厨师这条路上一走就是三十年 而其中有十五年都是在上海高端的私房菜餐厅度过的 拥福会到私南公馆的私栏五十一 接待过的食客们形形色色 定制餐品的要求也是五花八门 我们一个很高端的 而且有的时候消费是人均是一千块左右的 他要吃一个清晓土豆丝 洋葱炒鸡蛋 你也满足他的要求 只要是美食嘛 你不要去管它是高端的食材和是低端的食材 给到你的是一道美味佳肴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厨师要做的事情 于是做惯了高端餐饮的周师傅 为了满足不同食客有些独特的口味 不得不亲自去到上海周边的农户家里采风 品尝学习土菜 而唯一被他端上私房菜餐桌的 是一道曾经他在清浦的农家里吃过的 粥装咸菜炒鸡蛋 周大厨说 吃完之后回到家里 还仍然惦记着那个味道 我们作为一个好的厨师 你把那些农家比较土的菜 通过你的这个手法 适当地帮他调整一下 既保持着它的原味 然后又把它这个色香味上面 把它做一部分的提升 今天大厨准备将这道 粥装咸菜炒鸡蛋交给大家 食材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简单的了 第一步 煸炒肉末和咸菜 五花肉和咸菜先要切成丁 当时的时候我记忆当中很简单的 这三样原料混合起来 然后下锅煎一个大的蛋饼 我现在把它这个咸菜切完以后 把它煸炒一下 肉末也把它煸炒一下 咸菜把它水分去掉 把肉的香味给它提升起来 第二步 将煸炒好的肉末咸菜和鸡蛋 混合均匀 接着第三步 摊鸡蛋饼 开小火 放入鸡蛋液 来回转动锅子 然后等到这个蛋液还有表面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把它这个蛋饼翻个深 鸡蛋一定要摊到表面有点老黄了 因为鸡蛋老黄了以后它才有香味 蛋饼用锅铲分成六等份 就可以进行第四步 加水炖煮 它里面的水分基本没有了 吃上去会有点干干干的 然后加点水 让它充分地吸收水分以后 这个菜就是很鲜美 有汤汁的 最后盖盖儿焖煮五分钟左右 这道菜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菜可能没人相信 会出现在人均几千的私房菜餐厅 而其实在名厨手里 经过细枝末节上的烤鸠和稍加改动 就可以让一道土菜 成为这个餐桌上最抢手的一道佳肴 世界厨师联合会是唯一一个全球性的厨师协会联合体 代表全球餐饮界的权威 而它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代表大会 在厨师界的地位就如同体育界中的奥林匹克 而能有资格成为这个比赛的裁判 国内只有不到一百个名额 洪赵龙就是其中一位 他的荣誉还有很多 当从大厨转为想自己做老板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预料到 这样一位重量级名厨会开一家火锅店 花椒鸡汤是广东和中国台湾地区 极具标志性的汤品 而烹饪粤菜二十多年的洪师傅 做起这道菜也自然是得心应手 关键是要拿这道菜开个店 它要改良的地方还有很多 首先就是这锅汤 我们选用的都是黑角老鸡 我们用的鸡都是非常老的鸡 所以说掉出来的这个汤的香味和这个口感都是非常好 怎么让人去鉴别这老的鸡呢 就是你掐它这个翅膀 你掐都掐不动 折都折不断 所以说这个鸡就比较老 所以说它的香味就比较浓郁 我们一般的话要放二十只 为了让汤底更加浓稠 还要加入昂贵的花椒 二十斤鸡饺 猪蹄炖煮十个小时 一开始四百多斤的汤 最后只能熬出七八十斤 而为了挑选出最合适的算品 大厨更是百般周折 到全国各地找 非常适合我们做花椒鸡火锅的一些食材 包括我们去云南的话 我们会带来一些菌菇啊 跟牛肉和那个海鲜类的 是最最搭配的 汤底比较浓厚 包括香味也比较浓郁 所以烫这个特别是烫牛肉 也更不容易烫老 终于靠一道汤底 他开出了这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 当时来家里吃的朋友 现在统统成了这家店的粉丝 今天大厨准备将这道火锅汤底的家庭简易版交给大家 都会做清淡的鸡汤 而浓鸡汤 你知道在家怎么做吗 食材已经简化了 想知道完整版做法的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陶醉厨房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获得了哦 想要获得更多的名厨菜股 就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陶醉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不用再为每天餐桌 翻什么花样而发愁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多多两个大家也都来 下期同一时间啊 让我们继续在厨房里面 说故事做名菜 我是小倩 下期再见哦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这么大脆的面包 放哪里找的啊 这个呢 只有晚市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 美食排行榜 为你附上吃喝玩乐 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果不会不能吃 或按正宗 最上档次的传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 陶醉上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